说起天府之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四川,但是这个词最早形容的是关中之地。 在历史上,这里的副兆运运了汉堂两个伟大的王朝,可是丽与车轮滚滚向前,关中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。 张迅的坏想张迅,作为宋高宗时代的中兴名城,却有着令人不齿的人品问题与战朝表现。 他领导下的宋军,几乎没有打过胜仗。 张迅之所以能得到宋高宗的欢心,主要和他的文臣身份,以及他在南宋王朝为难时的表现,有着重要关系。 在南宋风雨飘渺之时,张迅领导下的贸易船队,带来了大量的财物,这对于南宋来说,简直是救命的稻草。 当时,北方已经完全落入金国手中,南方有在金国几次南下中受的打击。 而宋王朝原先的剥削政策,更是大量地区出现了农民起义。 打仗需要良想,可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良想,实在是难以投措。 张迅带来的财富给了南宋继续战斗下去的营养,所以,宋高宗该怎么赏他呢? 张迅不等皇帝开口,就主动提出前往关中主持反击金军的战争。 当时的关中是南宋左中右三线中形势最好的。 而关中的良好表现,预备宋最强沿着部队西北边军的存在,有着极大的关系。 这支部队在关中与金军打了个平手,于是,关中成了南宋最有可能赢得战术胜利,从而扭着战略被动的方向。 张迅认为,凭借着西军的强大战斗力,在赢得几次对金军的歼灭战之后,就可以占据关中全境,行。 成对金国游戏向东的战略压制优势。 张迅的策略,同此前历史上的统一策略相同,都是占据关中发展自己,等待时机借助关中的地缘优势向东征伐。 可惜这不过是张迅的幻想,在五代时期,关中就已经彻底衰落,东西方向的统一,被南北方向的统一所代替。 这种历史大事的改变,不是张迅所能逆转的,关中在唐大就已经无法承载,可以统治全国的军事力量,从关一东的经济发达程度,远超过狭小的关中。 关中已没有力量支持一些军队,参与逐鹿中原的游戏了。 而张迅的战略在还没发起之时就已经失败了,而且,他即将要进行这场战斗。 因为他的昏庸,将摧毁强大的北宋西军,最后激烈南宋首富户土的幻想。 富平之战将迅到达西北边军之后,立刻就组织大军准备出征。 大将区端劝他暂缓是等待实际灾战,但他认为,自己手中有着宋朝最强的兵马和最多的梁响。 金军在这样的组合面前不值一提,他为了表示自己出征的军心,将区端这位深得西北边军军心的将领罢免。 在听到宋军集结关中的消息之后,金国不敢态骂,一旦宋朝得到了关中,那么河东山西就危险了。 金国认为,这一仗是关金国国运,必是赵地全部的金瑞兵马。 正在东线的金国名将完颜宗,必帅两万金兵,迅速支援陕西战场的完颜楼市,并派出救护元帅完颜宗副指挥。 宋军两军将在这里打一场集结全部金瑞的设斩。 宋军不愧是百战金瑞,很快就拿下了长安一线。 随后张迅指挥手下六万骑兵,十二万步兵,共计是八万大军集结在副平,号称四十万。 而这时,完颜宗币帅军两万赶到了四十里外的下归。 但板在陕西的完颜楼市的四万部队去行动迟缓,还在远赞六百里外的隋德。 时不可施时不再来,这是个个击破金军的大好机会。 先到达战场的宋军,不但有着战场主动权,还可以凭借数量优势,击垮完颜宗币这一部金军, 然后再攻击其他的金军后援部队。 宋军各家都看出了便宜,纷纷建议突袭完颜宗币。 这里就比较让人可笑了,作为主帅的张迅,实在是不知军事。 他不但拒绝了部队的建议,还有着可笑的浪漫。 他想要学习愚蠢的中世纪两军对决,他要与金军约定时间开战。 看到张迅的约定时间,决战书信,让完颜宗币大喜过望,这张迅怕是个傻子吧。 完颜宗币开始了拖延,张迅见金军没反应,居然屡次三番看人去送信要求约时间。 这就给金军赢得了时间,完颜楼市不赶到了战场。 金军开始了由条不紊的战前准备,他们开始集结大军,侦查地形准备粮草。 面对金军的行动,张迅丝毫不知,还运用其精神胜利大法,告诉部下金军拖延不战,是为之我的生威。 金敌骄傲的张迅,甚至送女人的衣服给金军主帅,以及其切诺,其实是学诸葛亮,标榜自己有诸葛孔明之能。 张迅还告示全军有能生。 今完颜楼市者,受节度是并少淫,劝各亦万计。 完颜楼市则针锋相对,张榜到其部下有能活捉张迅者,讲理一头,不一辟。 总军的破绽很快就出现了,西北联军其实是个统称,这个名词指的是西北五路多年与西夏战争的宋朝方面军力量。 在抵抗金军的过程中,他们慢慢集结在了区端手下,事实上,这是一支依靠区端为民集结起来的军队。 区端被罢免严重伤害了这支军队的团结,使得这支军队的阵营看上去统一,却要分成五个部分的倾向。 金军也因设立倒大四宣传区端的罢免,这种行为更是加重了宋军的分裂。 宋军的分裂,还可以依靠赏赐与各路主帅之间的友谊加益银河。 可宋军阵营的选择却出现了问题,宋将无解发现,宋军正面是沼泽地,虽然看上去对金军骑兵有着抑制作用,但这个选择,也不如占据富平附近的高地,去显门守更好。 可是张迅根本不听他的,还把后勤部队放在沼泽后面,发现宋军破战后,金军分左右两一开始了冲锋,左翼负责阳攻,牛顶胡汉驾完颜宋碧亲自率领。 宋碧,也就是俗称的金木术,他此生战场胜利无数,但这次却尝到了西北边军的厉害,一下子被西北边军包了饺子,陷入苦战之中。 完颜宋碧好不容易才逃出重围,他手下最倚重的大将,寒常为了救他还被宋军射瞎了一只眼睛。 金军左翼大败,情势对宋军一片大好。 可是正如前所述,金军左翼只是阳公,主公在右翼。 奇怪的是,右翼金军的三千前锋没有拿武器,却一轮背着一个沙弹。 金军投下一个又一个沙弹,很快就将沼泽前平,张迅的固绝和愚蠢,在此时付出了代价。 瞬息万变的战场,根本不容纵军片刻思考,此前正面的沼泽给了张迅幻想,所以负责后勤的民兵都在这里驻扎。 战斗力薄弱的民兵,一接触金军铁骑就开始了溃散,他们溃逃到其他宋军营炸引发了连锁的恐慌,宋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 金军的机会虽然来了,可计划中左翼的阳公却变成了倒白,而右翼的进展,也遭遇了刘其的抵抗,胜负还在未知之术。 但金军主帅完颜宗父可不是张迅,他神之胜负在此一举,不顾自己入兵,亲自率领全部兵马自由意攻击宋军。 在金军汉不畏死的攻击下,环庆路紧约是招折害怕了,率先逃跑。 宋军左翼阵形就此崩溃。 马上,宋军左翼的崩溃,演变为全军窥逃。 另外金军打败定二十万宋军,留给南宋又一个赤主的负贫之败。 张迅号称忠心明臣,可是另一种意见,却对张迅极为不信,是称,张迅说宋仲论,三命为将,三智大计。 宋高之不能忠心者,秦贵为之首,而张迅为之从也。 本文作者,屯肯西路,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,未定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,这才是战争允许,不得转载,每者必决于法律责任。 公众号作者简介,王正兴,袁姐。 放军某业战部队军官,曾在步兵分队,司令部,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,对军队战术及被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。 其著作《这才是战争》,于2014年5月、6月,凤凰威视开卷8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。 他的公众号名译为,这才是战争,欢迎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